朱立倫現在戰略很明顯 就是友善韓國瑜 把韓國瑜拉近了以後 讓韓國瑜支持者 在最後韓國瑜 如果最後沒有出來的情況之下 願意把票投給朱立倫 那從這個民調看起來 朱立倫最近的效果是有呈現的 可是我補充最後一點 就是說做民調的時間 是三月四號跟五號 但是朱立倫跟這個韓國瑜 建議 這一份是三月五號做的 對 這一份是三月四號做的 所以這是三月五號 一個完整的反應 諸韓會之後的 對 那三月五號這一整天 你看時間來講的話 如果是早上他們還沒見到 可是已經出現訊息要見 是不是因為這樣 讓這個朱立倫的 被韓國瑜支持者的認同度提高 後續我們再看下一個 下下一個民調 就會更清楚了 不過你沒有分析到柯文哲 柯文哲看到這一份民調之後 他要選嗎 我講 柯文哲在民調當中 顯然就是參選機率就降低了 就我講了 如果他一直無法拉上來 他的參選機率就會降低了 但是民調有很多種 我就講 民調 他會顯示出他這段期間 的確他的網路聲量 完全被韓國瑜碾壓 他很努力的 你看他以色列回來不累 他要去騎腳踏車 他還要去見這個阿扁 他還要去屏東這個 看這個臺灣的這個燈會 然後去跟陳佩琪塞恩愛 他努力要把自己的網路上拉回來 那他也還在努力中 如果說形勢最後不好 我覺得柯文哲不選的機率是存在的 但是如果最後 韓國瑜的這個形勢 覺得非韓國瑜不可 韓國瑜出來參選的機會也是存在的 所以現在的這個狀況是還在一個變化的過程當中 所以未來如果韓國瑜的支持度 還是最高 而且朱立倫又調回去輸給柯文哲的話 那這是一個拉鋸賽 那韓國瑜會被勸進 根本大老雖然講說希望他去領表 但我的了解是一來也他也不會去 但是如果你亂講 他已經改了很多天了 我剛剛看了 我有看 我沒有講 我希望他去 你說認為這是解決方法對不對 對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我跟大家報告一下就是說 韓國瑜他基本上 我認為他不會領表 但是我不認為他不領表的那一秒鐘開始 韓國瑜參選二零二零的機會就消失